弟兄姐妹们平安 又到了我们分享神话语的时间 今天我们继续我们这一段时间的主题 圣灵所接的果子 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分享了七种了 今天是第八个特质 圣灵所接的果子是温柔 在这之前我们读过了加勒泰书五章二十二节 圣灵所接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中间是忍耐恩持良善 后三种是信实温柔 节制 在加勒泰书五章二十二节圣灵所接的果子之前 我们圣经里面也提到过 说情欲的事都是响耳一见的 就如奸饮污秽 挟荡 败偶像 挟术 仇恶恶 拜偶像 邪术 指的是宗教方面 后面 后面仇恨 增进老陆 记恨老陆 结党 纷争 异端 嫉妒 表明是人际关系 最后面是醉酒荒咽 说明是贪饮 不节制 等等这些 我们知道 行这样的事的人 都不能承受神的果 而圣灵所接的果子 就是我们人被圣灵所充满 所改编以后所具有的特质 仁爱 喜乐 和平 这是 我们强调了这是 人跟上帝的关系 也指的是宗教上面 仁爱 喜乐 和平 我们说中心就是爱 是人和上帝的关系 指的是宗教上面 第二组是 忍耐 恩慈 和良善 指的是 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我们周遭 社会的关系 第三组 就是 信实 温柔 和节制 是我们自己 对我们自我的要求 指的是 信与饮食方面的节制 所以说 根据 情欲的事情 和 圣灵 所接的果子 这一比较一下 我们就知道 我们圣经强调的是 人生命 本质的改变 而不是我们 美德的表现 当然 一个人的生命 与价值观 被改变 被更新以后 便会知道 凡事 都是来自 上帝的恩典 自然就会 谦卑 一个 具有感恩 与敬畏上帝的人 自然而然的 会做出 有智慧的事情 所以说 我们常常听到 一句话说 就是 只要人对了 事 就会正确 英文是 If the man is right The things will be right The man is If the man is right The things will be right 人对了 事情就会 正确 事情就对了 所以现在不是 很多的一些 所谓的鸡汤 里面 不就强调 要坐在 在哪个地方 做事 做事之前 一定要 学会先做人 这好像是一种鸡汤 但是 我们不用外面的 那一些 理论 那一些鸡汤 来分享 我们只是 根据圣经里面的教训 来一同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的主题是 温柔 说到了温柔 外面的人 很多的一些人的 感觉就是 温柔 假设要是 形容女生的话 就会说到 说话 轻柔 哇 说她 柔情 适水 而行为一些男生的时候 哇 要是温柔的话 可能就会说她 哇 具有 绅士的风范 很会体贴 体贴如微 啊 广泛的一些 形容说 哇 人的温柔 可能是指的是 人 不发露 最少是 不轻易发露 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人都以为 这就是温柔 实际上 这不是 真正的温柔 在生活中的一些表现 实际上都不是 真正的温柔 比方说 有些人指的温柔 哇 就是 懦弱 胆怯 不分是非 甚至 很容易妥协 妥协 这不是温柔 我们知道 懦弱 胆怯 或者是 没有原则 不分是非 很容易去妥协 这不是真正的温柔 温柔也不是指的那些 迫于一些强势 或者是出于一些勉强 或者是因为一些 厉害的关系 一些利益的关系 去掩盖 去做外在的掩盖 去做一些 人为的努力 或者只是一个人的 他的涵养 或者是 教养的表现 这也不是真正的温柔 还有很多时候 我们在 很多的一些情况之下 不能够保持 保持所谓的温柔 比方说 在我们 众人的意见 不同的情况之下 或者是 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 或者是 我们 杂世很多 有人不断地 只是 啰嗦 也是 遇到那些 有你 也讲不清楚的时间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人很难得 保持 所谓的 温柔 特别是 你遇到了别人的 挑戏 或者是遇到了别人 攻击的时间 或者被别人误解 或者你 受到了一些 冤枉的时间 或者是当 某一个人 不停地 重复着 犯一样 错误的时间 你想保持 所谓的温柔 也是 非常艰难的 好吧 这是我们说 人在 世俗上面 和普通的人 对于温柔 的 所谓的解释 真正的 这不是温柔 我们有在 登山 宝训 八福里面 我们大致地 分享了一些 因为今天我尝试了 要从不同的角度 来看 我们 有一点我们重复 就是在 分享温柔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他们 必承受地土 那个时候 我们讲到了 温柔 它原文的意思 温柔 原文的意思是 一种 可控制的力量 原文的意思 是一种 可控制的力量 是一种 control的power 可控制的力量 有人把它翻译成 温柔的力量 在希腊文里面 是三种用法 第一种用法 指的是 福味的良药 就是说你用药 用的要恰到好处 那么这种药就会发挥功效 发挥好的功效 恰到好处 适当的药物 你滥用 或者是不足 虽然药物也有它的力量 但是那一定会导致不好的结果 确实是有力量的 药物一定有 有力 有功效 但是你用 用的不对 或者是没用的恰到好处 这就是不是真正的 温柔 真正的温柔 所表现出来的 这是温柔的原文的意思之一 温柔的第二个意思就是 轻柔的微风 微风 就好像船在海上面行驶 你要风浪 风太大 那么就浪太大 那么你船行驶 你就很难得控制 但是那个风 假设是恰到好处 是微风的话 你就会趁着风 扬着返 正确的 很容易控制的去 控制船去行驶 第三种用法就是 驯服的马 一个马被驯服了 要不然是一匹野马 自然而然是有力量 但是它没有被驯服 它先表现出来的 一定不会是 我们强调的是 温柔的表现 而一匹顺服的马 被驯服了 或者驯服 被驯服的野兽 被驯服的兽 被驯服的马 那么它 所表现出来的 一定是温柔的这一面 让它前进 它就前进 让它后退 就后退 让它保持一定的距离 让它转弯 让它怎么做什么事情 因为被驯服了 所以说很容易 得到控制 那么这就是 真正的温柔的 原文的意思 所以说不管是 服务的良药 轻柔的威风 或者是驯服的小马 它们给人的感觉 都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 舒适的 给人有舒适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强调的是 温柔的 它的原来 它真正的 在圣经里面 在希伯来文 在希腊文里面 所表现出来的意义 因为 神学家 有一个神学家 他认为 也不是说神学家 哲学家 神学家 他认为 温柔 一样的是 埃徒斯托特 他认为温柔 就是介于 动路和无路 中间的终点 的终点 你要 遇到某些事情 别人的攻击也好 或者杂事太多 或者各种原因 外界的原因 引起了 你在发露 和不发露的 中间点 指的是一个人的性格 在当发露的时候 当发露的时候 去发露 但 永远不会 提 不会在 不该发露的时候 去发露 也就是说 不耐用权力 去伤害别人 是一种有节制的心态 体贴 温和 柔软 不强势 体贴 温和 柔软 不强势 这很像我们 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道德 老子的道德经里面 所说的 一柔 可刚的观念 和我们现在很多人 讲到的 社会 现在社会里面 人所强调的 武力 香港人里面 出政权 这种武力 包括很多人 很强势 英文是 hostility 这和 真好相反 因为英文里面 把 温柔 翻译成 gentleness 或者是 meekness 在字典里面 常常会用 team 或者 teamity weak suppressed 等等 用这些来 形容 温柔 但真正的 刚才我们说到了 希伯来文里面 希腊文里面 表现 说说的 温柔 一定是 我们中国 传统文化里面 所强调的 是meek 是 humble 是 gentle 它的意思在里面 和英文的 强势 真好相反 这是我们 第一点 我们要分享的 温柔 它的意思 不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我想 弟兄姊妹们 对这一点 应该有了 一些初步的概念 我们都可以 可以 可以理解 温柔的意义 第二点 我们来看一看 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 我们分享 神的话语 圣经里面 温柔的 给我们 温柔 给我们 立下的 好榜样 说到圣经 我们毫无疑问的 我们就会 说到了 我们主耶稣基督 强调我们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他给 温柔 已经给我们 立下了 非常好的榜样 我想 好多弟兄姊妹 会背诵 马太福音 第十一章 二十九节 主耶稣基督说 我心里 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柔和谦卑 哇 这是给我们 立下了 非常好的榜样 所以说我们要 学他谦卑的样式 要凡事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 互相 宽容 一副说书 第四章第二节 作为我们的主 他并没有 以严厉的态度 对待我们 反而以 温柔 来管辖着我们 因为主耶稣基督 以温柔 带我们 我们 毫无疑问的是 他的儿女 我们也应当 以温柔 去带人 马上下个月的 四月四号 是复活节 复活节之前 是Good Friday Good Friday 周四 我们以前在教会里面 都有一种传统 是洗谦卑礼 什么是谦卑礼 谦卑礼 怎么样表示自己 谦卑温柔的体现 就是效法 主耶稣基督 他在世界上面的时间 给门徒洗脚 圣经里面说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 就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熟的手筋 擦干 主耶稣基督 给我们立下了好的榜样 叫我们造者 他所立下的好榜样 来去做 我们当做的 所以说 我们有一年一度的 洗脚你 也就是说 你觉得年长的 给年轻人洗 你认为地位高的 一定要给 所谓的地位 一定要给地位低的洗脚 老师我们开个玩笑吗 我能给你洗脚 表明我的地位比你高 这是谦卑的表现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 告诉我们说 你们众人 都要以谦卑俗腰 彼此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主耶稣基督 他给我们立下了 给门徒洗脚 给我们立下了 非常好的榜样 现在在很多教派里面 都有 谦卑你 洗脚你 通常他们是 有时候在周四 有时候周五 到晚上 在谦卑你 洗脚你 时间多了 周四 时间有时候 祭礼主耶稣基督 最后到晚餐的时候 是周五嘛 Good Friday 寿乱节的那一天 寿乱节之前 给门徒洗脚 主耶稣基督 都在世界上面 真的给我们立下了 好大榜样 包括 他骑着驴 进耶路撒冷 包括 他向阳高 被牵到宰杀之地 包括他们就像 剪毛人 阳高 在剪毛人的手下 漠不着身 谦卑 给我们立下了 温柔 温和 给我们立下了 非常好的榜样 同时 同时 在旧约里面 毫无疑问的 那是摩西的 前河 世界上面 没有任何人 能够比例的 摩西 他在世界上面 前河 哇 谦卑 温和 温柔 这种我们今天讲 什么是温柔 摩西给我们立下了 非常好的榜样 人家说 他性格使然 一定不是这样 摩西你想 前三十年 他在王宫里面长大 当然中间三十年 在旷野里面 后 四十年 三个四十年 但是摩西 他为人 他在世界上面 他的谦和的表现 神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是没有任何人 能够比例的 而旧约 新闻里面 使徒保罗 他温和的表现 他有一句话 在提多书里面 在哥林多后书 第十章第一节 保罗说 他说 我保罗 就是与你们 见面的时候 是谦卑的 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向你们是勇敢的 如今 亲自借着 基督的温柔 平和 温柔和平 来劝诫你 劝你们 保罗 在基督里的 温柔和平 凭着他的基督里的温柔和平 来劝诫我们 劝我们 很多人说 哇 保罗 他为什么又说是勇敢 勇敢 是不是和 温柔 和平 是相反的 不是这样 我们说了 温柔 一定是在 当发漏的时候 去发漏 不当发漏的时候 不去发漏 什么是 宜柔克刚 实际上保罗已经给我们立下了非常好的榜样 保罗也说 他说 格林多前书 提多书 三章一节二节 保罗说 你要提醒众人 叫他们顺服做官的 掌权的 遵他的命 顺服做官的 掌权的 遵他的命 预备行各样的善 不要诽谤 不要增进 总要和平 向众人 大显温柔 向众人 大显温柔 所以说我们既然是 神的选民 是圣洁 蒙爱的人 就要存着 行事为人 就当于蒙昭的恩 相称 相称 凡事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 互相宽容 保罗所强调的 温柔 谦虚 和平 同时 我们知道保罗 也是勇敢的 因为 在 提摩 后书 二章三节说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好像基督 耶稣的 金兵 金兵 你说勇敢 不勇敢 提摩 后书 一章八节也说 你不要以 给我们的主 做见证 为耻 也不要以我 这位主 被求的 为耻 总要按神的能力 与我为 福音 同受苦难 按神的能力 勇敢 在哥林多前书 第四章 十一节 十二节 保罗说 直到如今 我们 我们还是 又饥 又渴 又吃尘肉体 又挨打 又没有一定的住处 并且劳苦 亲自做工 被人咒骂 我们就 祝福 被人 逼迫 我们 就忍受 保罗 给我们 真的言底下了 非常好的榜样 司徒保罗 好 那是 我们分享的 第二方面 主耶稣基督 在生活上面 主耶稣基督 给我们立下的榜样 旧约的摩西 新约的保罗 第三方面 我们来具体 我们来运用我们 生活实践上面 生活实践上面 我也愿意用 圣经里面的教训 来作为我们 生活实践的表现 我们强调说 要移柔 课纲 之类的 当然 中国的传统文化 确实也是 可以佐证 我们圣经里面的 很多的 作为佐证 但是真正的 我们 能够运用在 我们生活实践中间 圣经里面 已经 非常的详细的 记载了 非常的有用的 生活实践上面 好吧 我们就说 我们最后一方面 我们就来看一看 怎么样来抵挡 温柔的敌人 抵挡温柔的敌人 抵挡他 我们就会 学到 学会 怎么样 我们能够去做一个 在 圣灵的引导之下 在神的话语的 引导之下 我们怎样 能够做一个 温柔的人 好吧 我们来看一看 怎样 最后一方面 我们怎样来抵挡 温柔的敌人 第一 就是 不要去 论诞人 不要去论诞人 马太福音第七章 第一节告诉我们说 你们不要 论诞人 免得你们 被论诞人 不要去论诞人 不要去论诞人 免得你们 被论诞人 这一点 实际上生活中间 非常实用 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把自己 站在 所谓的 把自己 认为自己 很 很 很 不得了 很了不起 站在一个 所谓的 道德的至高点 去评论 去论断 实际上 很多时候 大家可能 都有这种经历 哇 这显得 非常的 无知 显得人 非常的 不成熟 显得和我们 基督教的教训 是 真的是格格不如 因为圣经里面 已经明确的 告诉我们说 不要去 论断 免得 我们 被论断 好吧 第一 第二点 不要轻易的 发露 也不是说 不去发露 当发露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 在世界上面 你想他 荣进圣城的时候 看到那些 对话 牛羊鸽子的 他们宣发了 他们的一些 一些 摊子 他们是 他认为 那时候是 把神的殿 当成了 贼窝 说他发露 他们斥责 那些 假冒为善的人 斥责那些人 那时候 主耶稣基督 发露 当发露的时候 发露 这并不是说 不温柔 而不当发露的时候 我们去发露 那就不是温柔 勇敢 发露的时候 为真理的缘故 爱是不喜欢不义 爱是坚持 坚持真理 因为那些 不是真理 的事情 我们 当发露的时候 发露 没有问题 有些人说 这是所谓的 发的义露 叫这个义露 但我们不是说 为我们平常 所发的露 去找一些借口 但是温柔 哪怕是 宜柔 克刚 这些 不包括 不发露 实际上 包括 在时当的时候 有异露 也是神说喜悦的 我自己认为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真言书 16章32节 真言书 非常好的书信 16章32节说 不轻易发露的 胜过勇士 不轻易发露的 胜过勇士 勇猛的战士 比不过 不轻易发露的人 比不过温柔的人 勇猛的战士 可能很威猛 可能很勇敢 但是 不轻易发露的 一定是能胜过勇士 能够 控制自己情绪的 虽然非常大的力量 有非常大的力量 但是你却有一种 温柔的力量 恰到好处的力量 能够控制 远远比起那些 狂风 大雨 狂风 要好得多得多 因为狂风 要是比喻成 勇士的话 那么是很难得 受到控制的 而威风 能够让船 很好的 能够掌舵 然后很好的 控制船 这些威风 一定是胜过强风 所以在这边说 不轻易发露的 胜过勇士 接下来下半句说 自伏己心的 强如功臣 自伏己心的 强如功臣 所以说 人能够 自伏我们自己的内心 那么 强过勇士 去攻下 城墙 特别是中国人常说吧 攻城容易 守城难 你攻下 你用武力 去攻下 人 去 掠 掠掠人 去 掠欲人 用武力 没有问题 但是你想 长久的 你守住那个城 能够真正的 攻下 人心 不容易 所以说能够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自伏己心的 强如功臣 这是真言书十六章 三十二节告诉我们的 不轻易发露的 胜过勇士 自伏己心的 强如 功臣 这是我们 能够 抵挡 温柔的 敌人的 第二点 第三点 温柔的敌人 是 不饶恕人 不饶恕人 格罗西书三章 十三节说 倘若这人 与那人 有见息 又嫌息 总要 彼此包容 彼此 饶恕 所以说 彼此 宽容 彼此 饶恕 是我们 温柔的 体现 虽然很多时候 我们说 我们可以 forgive 但不会 forget 但真正的 去forgive 去饶恕人 去宽恕人 去包容人 是一个非常 非常大的功课 值得我们 去学习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缺乏 包容 缺乏宽容 缺乏饶恕 实际上 这是我们 人生中间 非常大的敌人 圣经里面 一定是这样的教训 我们说 一定要去宽恕人 饶恕人 包容人 可以想象 可以想象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 已经得到了宽恕 得到了饶恕 得到了包容 我们何等的罪人 我们在世界上面 我们的心思意念 终日所思想的 没有什么好的 但是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父神 已经借着 父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洗尽了我们一切的罪 饶恕了我们 宽恕了我们 所以我们当遵守神的诫命 我们去宽恕人 去饶恕人 这是制服温柔的敌人的第三点 最后一点 不要灰心丧志 灰心丧志 失去了动力 失去了斗志 失去了我们心灰意冷 那么这也是我们非常温柔的 非常大的一个敌人 我们常常说 魔鬼攻击人 这是他的利剑之一 就是让人上司了斗志 就是让人灰心上志了 民宿记二十一章第四节那里面说 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说 百姓因这路难行 心中甚是烦躁 烦躁 最后导致了他们 行出了一些拜偶像啊 另外的事情 没有温柔 缺乏温柔 缺乏节制 缺乏神所赐给我们的温柔的力量 是因为我们周遭的环境的改变 和各种那些不如仁义的事情 或者是我们说受到了世界的一些引诱 魔鬼傻 特别是魔鬼傻蛋的攻击 被敌人攻击 被敌人残 被敌人污蔑 残害 等等这些 让我们基督徒很容易丧失 斗志 灰心 一冷 心灰一冷 那么这是我们温柔的敌人的 这个 抵挡我们的力气 抵挡我们的方法 让我们灰心 让我们心灰一冷了 我们就失去了斗志了 我们就不会变得温柔了 而温柔在这边 我们要温柔 圣灵所接的果子 温柔 这方面就要求我们 不要灰心丧志 学会饶恕 宽容 包容别人 不要轻易的发露 更不要去论诞人 这是我们今天 第三点 为弟兄姊妹们 我们分享的 抵制温柔的敌人 好 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 还在原文意识 我们知道 温柔是什么 温柔不是什么 我们也明白了 我们也知道 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面 已经给我们立下了 非常好的榜样 包括旧约的摩西 包括新约的保罗 我们都分享了 最后我们更加分享了 在我们生活实践方面 我们立志要做一个温柔的人 我们要抵挡 温柔的敌人 不要去论断人 不要去轻易发露 要去饶恕人 不要灰心丧志 好 愿神祝福大家的话语 也祝福我们 每一位弟兄姐妹们 下个月 4月4号 我们会在教堂里面相见 我们下个月